好 先去郭找把刁刀来 是 阿曼那儿有消息了吗 派去京城的人还没有回来 贝勒爷 您说拔掉王爷留下的钉子 王爷会不会生气啊 废话 当然不高兴了 雏娘找到了吗 还没呢 此地很难找到像样的雏娘 要不小得自己服侍您吧 你 effet 朱侍爷 什么事 不知朱侍爷是否还记得 我们曾经有约在先 这位大侠如此认真 好吧 等我安排好了再告知你 师爷 男子汉大丈夫 说话怎么能当儿戏呢 再说 还有马小虎债主做成 别拿马贼来吓唬我 师爷我不怕这个 你要是知趣 就快快离开 省得给自己找麻烦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也别拿这个吓唬我 我也不怕 我只想请师爷替我引荐 如果你觉得面子不够大的话 我就另想办法 我面子有多大 用不着你操心 我心里明白 明白就好 告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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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爷 里边请 你干什么 我不干什么 你干什么 这桃花院不是你来的地方吧 我找人 你找谁 我就去找刚才进去的那个人 是你男人吧 要是的话我给你拖出来 懒得个你废话 躲开 这位爷 您慢走 真是死心 来 来 来接我 讨厌 这位少爷呢 好爷 不来了 幼儿爷 您来了 找我呢 就你这张嘴 真好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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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似的 好似的 大爷啊 好似的 好似的 姑娘 姑娘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进来找人 不用找了 你留下来吧 我说了 我是来找人的 那 你是来找谁的呀 我找一个男的 男的 我们这儿到处都是男的 只要你喜欢呀 随便挑 干什么 想走 可没那么容易 既然来了 你就得留下 瞧这小脸蛋 长得多水 你 快来人哪 怎么了咱俩 来人哪 来人哪 把他给我抓起来 抓起来 快把他给我抓起来呀 快把他给我抓起来呀 哎呀 快抓住他 快抓住他呀 你们这帮饭桶 即便要抓不住他 就别回来见我 抓住他 站住 我看你们几个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敢欺负我夫人 你怎么在这儿 夫人 这儿的事情交给我来办 你先走 夫人快走 好 快跑 别跑 快出了 她来 他们干嘛呢这是 马匪闹兽 哪里好 小心 我告诉你们 谁要是以后敢欺负我马小虎的女人 那我就踏平你们桃花院 这够厉害的啊 是 这功夫了不得 哪个我的天啊 这小虫 你们看着 我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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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蹲下 是马斩主 喂 喂 你看清 是马斩主他们吗 肯定没错 就是马斩主他们 二毛 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山寨的方向 你知道山寨在什么方向吗 咱们找马队来的方向走 应该就不会有错 要不咱们在这里等吧 等到他们回来 会看见咱们的 不行 我在山寨里听说了 他们的人马一出山寨 就不会再让马斩回头路了 要不咱们在这里等吧 那咱们现在往哪儿走啊 就往东走 走 好 吴老爷 朱师爷 你们可得给我撑药啊 得得得 别咬不咬的 有什么事快说 有人砸了桃花院的场子了 是什么人 胆子那么大 敢砸桃花院的场子 一个女的 好不容易把她赶走了 又来了个男的 这个男的 把桃花院闹得是个天翻地覆 所有的客人被她吓得 是鸡飞狗跳的 再这样下去 桃花院的生意可真没法做了 女的是什么人 男的又是什么人 女的 不知道啊 男的 男的腰上别了一双绣花鞋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那 那这 还不赶快谢老爷 谢谢吴老爷 这种事情最好先别谢 能不让我看到你这张哭丧脸 比什么都高兴 那个腰上别的绣花鞋的男人 到底是何许人也 是青龙山的马匪 马小虎 是不是你给人家许了什么愿 还没有还呢 跟这没关系 我答应的是另外一个下课 是不是在门外 跟你比内力的那位 老爷 您都知道了 废话 要是我知道 你跟人家许的什么愿 我问你干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 他们是想请老爷您帮帮忙而已 帮忙 请我帮什么忙 我要是知道 能不告诉老爷您吗 好 好了 别的事情先不管 你先处理一下桃花院的事情 还有 你告诉他们 我们庞城 可不是他们那些毛贼 该来的地方 是 我明白了 我这就去办 去吧 昨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宝爷爷和贝婆婆在跟我说话 他们都跟你说什么了 我 我不记得了 好像 二毛和师父我也梦到了 其实 有时候我也想修原影 而且 是非常非常地想 是啊 有时候 我也很想杜老大和师父他们 千红 虽然我们现在在吴宅比较安全 而且 吴霸天也对我们很好 但这 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况且 我们也不知道 吴霸天对我们那么好 是不是别有用心 再加上 但是 秀云铁胖他们 一定都在非常着急地找咱们俩 所以 咱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 从这儿逃出去 想什么办法 首先 我们先要让秀云知道 我们俩太太吴宅 然后 再设法逃出去 你又去哪儿 我不想就这么等着 那你觉得 你昨晚大闹桃花院做得合适吗 我大闹桃花院 要不是万不得已 谁愿意去那种不干净的地方 你明知道桃花院 受吴霸天的势力保护 你还要去硬闯 硬闯是为了跟踪那个东营人 谁知道进去之后人没找到 还倒被人欺负 最后还打了起来 那追打之后呢 我怎么知道 是马小虎挡住了追赶你的人 而且把他们都赶了回去 最后还大闹了桃花院 本来马小虎跟庞城是井水不犯河水 经过你这么一闹 马小虎跟吴霸天一定会接下梁子 而且尔吴霸天定会对清风寨出手 你这么说好像怨我似的 他就是这么冲动 我哪知道他会去闹啊 那你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 找孩子的事情我来办 那我该想办法出去一趟 把这里的消息让铁镖和师父都知道 那可不容易啊 现在初师爷派了上百号的人来看守屋宅 再说了我们上哪儿找他们去啊 如果让师父知道 屋宅多了两个小孩的话 师父就应该可以想到 是咱们在这儿了 可能吧 可是吴霸天也是个老谋深算的人 咱们能想到 吴霸天一定也能想到 你觉得 吴霸天会刻意隐瞒 吴宅多了两个小孩的这个消息吗 可能吧 不过咱们不能低估他 不过咱们不能低估他 我爹 生前经常跟我说 不能低估别人 千万不要以为别人是傻子 也不要以为 自己比别人聪明 你 想你爹了是吗 其实 你比我好 我都没见过 我爹长什么样 知我心者马寨主也 让您久等了 我就知道师爷一定会来找我的 哈哈哈哈 债主就是债主 真是料事如神哪 哈哈哈哈 好了 咱们是 长话短说 还是短话长说 有何区别 你说吧 马寨主 马寨主 你是否可以告诉我 为何打闹桃花院 据我所知 桃花院可从未得罪于你 是 哼 要是桃花院的老保和打手 欺负了我的压寨夫人 不知朱氏爷该如何应对呀 非礼夫人 难不成夫人也在桃花院 哼 怎么 我的夫人到哪闲逛 还需要朱氏爷恩准吗 哈哈哈 马寨主 你我虽说相识不相知 可我们家老爷未曾得罪过你 所以我还是恳请马寨主 别再旁逞自事了 弄不好 你我两家翻脸扯皮的 多难看哪 哈哈哈哈 马寨主 我忘了一件事 前面路上有个箱子 好像是您的吧 得比较大 下个箱子 太有了 将册铁 送到庞城外扎营的贝勒爷手里 这 王爷还有什么 要转告贝勒爷的口信 去吧 那人呢 王爷有什么吩咐 饮变王爷 贝勒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回避王爷 贝勒爷那里什么消息都没有 或许 或什么许啊 支支吾吾的 说事 从某些迹象来看 王爷在护卫队里下的钉子 可能被贝勒爷给拔了 您看要不要再派几个人过去 二大不由爹啊 看来因而长大了 不愿再受之于人了 随他便吧 喳 这位爷 里边请 您里边请 干娘 您来了 干娘 慢走啊 里边请 请 爷 怎么您一个人啊 到我屋里喝一杯吧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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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来找人的 走啊 上边去 一号 龙爷您来了 来了来了 走吧走吧 走吧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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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啊 走啊 走啊 快走啊 不了 多谢 我还有事 改日再约 告辞 告辞 桃花 你麻烦大了 你知道你得罪谁了吗 朱世言 桃花真的不知道得罪谁了 你把青龙山那个马小虎给得罪了 是吗 那 那先前来的那个姑娘又是谁呢 你呀你 真是有眼无珠 那是马小虎的压寨夫人 妈呀 我 我把压寨夫人当成卖身丫头了 朱世言 您去找那个马寨主 我把压寨夫人当成卖身丫头了 说说和 要不然 你桃花妹妹这小命 可就难保了 当你说和并不难 可我得先知道 马小虎的夫人怎么会到这儿来 这 她说她是来找男人的 我说 我这桃花院男人多的是 随便她挑 我问的是 她找的那个男人是谁 你和压寨夫人有什么关系 这个 难道 她跟郭先生有过节 郭先生 他是干什么的 这个 是 把把我和我一群しゃき düny 有一群 三群 你也不太压扰了 那么再看你 最近 这 这 是 这么大 那 游戏 竟然 这 其实 可以 所以 这 比较 书业请 兵儿 师爷想听寒山僧宗 好 请坐 请坐 既然书业是专程前来探望兵啊 巧然就告辞了 让你坐 你就坐 从京城到旁城来做什么呀 做买卖 做什么买卖呀 绸缎 是什么种类的绸缎呢 反周断铃思路 应有尽有 如朱师爷喜欢 小人明天给朱师爷松下过去 旁城这个地方给郭先生的印象如何 还好 这里嘛 本来是块太平地 可最近呢 却来了很多陌生的人 搅乱了这里的安宁 前一段我还听说 来了两个不懂规矩的东营人 被抓去暴打了一顿 郭先生 您可是外乡之人 一切可要小心行事啊 听说你常给青龙山送绸缎是吗 青龙山是什么地方 何必装糊涂呢 送就送了 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在这说来 我跟马小虎也不算外人 你有什么让我帮忙 淡讲无妨 谢谢 朱师爷 我一个外乡人 能达到朱师爷的如此帮助 荣幸之志 不过 朱师爷说的什么青龙山 马小虎之类的 把小人都搞糊涂了 朱师爷 实在抱歉 小人还有极大的事情要办 就不打扰朱师爷的押心了 先告辞 别忘了 不认识啊 我是庞城的地主 这地主之遗骂 有空还是可以尽到的 你再说一遍 在桃花院 那个姓郭的生意人 在下看出来 他就是那个软骨头的东营人 这下我听明白了 庞城真是一个 骗子跟强盗的集会地 该来的都来了 看来我这个地主追击会很忙啊 贝勒爷 王爷派人送来的信 送信的人呢 还没走呢 在庞城外的驻扎地 等着贝勒爷的回复呢 让他回吧 这儿 离开 贝勒爷 国寅 小门 再来 小心点 没事吧 没事 小心点 走 快 跟上 快点 快点 跟上 走 小心 走 走 小心 走 快走 贝勒爷 您找我 去把桃花燕的冰儿姑娘给我请来 贝勒爷 这 这 他能来吗 我 我是说 我不认得冰儿 他要不相信我们怎么办 带点银两去给桃花 告诉他 是我请冰儿出来 他自然会给你安排 好 我这就去 少年强 则中国强 少年志 则中国志 少年独立 则国独立 少年中国 于天不老 少年强 则中国强 少年富 则中国富 少年进步 则国进步 中国少年 亦国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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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云啊 在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只是觉得 自己怎么就这么笨呢 小云 可别这么想了 其实当初要不是因为我们 你们在京城还过着正常的生活 少大人也不会死 杨儿也不会丢 你也不至于跟着我们 过这种流离失所的日子 也许 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吧 真不知道 如果找不到杨儿 我该怎么向少家交代 小女啊 看得出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你虽说是少家的童雅媳 但是少家上上下下 但你像亲闺女一样 这份情意谁也忘不掉 好了 我去给你热热东西 一天了什么都没吃 来 少芸 少芸 百班主 少芸 你这是要去哪儿 我得再去一趟桃花园 今儿我必须把那个老宝子 碎尸万段 千万不可冲动啊 秀宇 我们这个时候 任何人不能再出任何问题了 百班主 少芸 快 少芸 你快去通知铁镖他们 好 二毛 你想什么呢 我在看有没有什么能吃的 别想了 这里除了石头就是沙土 哪有什么吃的啊 那也得给大家找找吃的 咱们去找找吃的吧 你们先在这里歇着 一定要注意好他们的安全 另外 还要多观察观察周围的情况 嗯 这两位爷 怎么称呼啊 罗煞爷爷 罗煞奶奶 还有叫这名字的 你们有什么事啊 把宾儿交给我们 把宾儿交给你们 我这脑子没发热吧 我为什么要把宾儿交给你们啊 给 给 给 这东西 是从哪儿偷来的呀 真是有眼不识太神 洛煞师奉贝勒爷的命令 前来请兵儿的 你竟然把我们当强盗 要不是看在贝勒爷的面子上 我砸了你这破窑子 给您失礼了 贝勒爷不是被吴老爷撵出旁城的吗 您只要把兵儿交给我们 去哪儿 您不用管 二位爷 不是想把兵儿带到城外去吗 说了不用你管 没听见吗 哎哟 你要不跟我说清楚 我能放心把兵儿交给您吗 就在城里 城里 这么说 贝勒爷又回来了 那二位爷等着 我这就去找兵儿 让开 白班珠 他们两个已经埋伏好了 我们跟着 两面保抄 好 绝不能放过他们 兵儿 干娘 你怎么在这儿啊 贝勒爷要见你 好 我梳理一下 马上就过去 好 我梳理一下 马上就过去 冰儿 你背上那个刺青 是怎么回事啊 干娘 这是我亲娘把我卖到旁城的时候赐下的 为的就是以后能够找到我做的标记 骗谁呢 待了你这么多年 我怎么不知道啊 快点啊 来了来了 快下来吧 边儿姑娘 这边请 小月 跟着她吧 二毛 你在干嘛 我看有没有鱼 哦 你叫大家都过来 那大家再和李熙一涮涮涮 好 冰儿姑娘 请跟我们走吧 冰儿姑娘 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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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出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